好來關心一起台中發生的溺水意外 一名16歲的少年跟朋友到西邊去玩耍 但是不明原因突然掉到了水裡面 您看到的畫面就是當時的之後 去搜救他的情況 當下同行的朋友看到同伴落水立刻報案 消防隊也派搜救人員到現場 那麼在水中來回的搜救 找了50多分鐘 終於找到了落水的少年 但很不幸的已經沒有了呼吸心跳 立刻把他送往醫院 經過了搶救仍然回天乏宿 這個溺水的地點是在台中外埔 靠近石頭公園的西邊堤防 落水的原因目前警方還在調查當中 這是我們收到來自中部 溺水不幸死亡的最新消息